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心发展迟缓疗愈的家长 让发展迟缓家庭感受到社会的温馨与接纳 帮助发展迟缓而走向健康成长的道路 珍爱奖的表扬 我们希望大家来学习珍爱奖的得主 他们照顾这些需要帮忙的小朋友 他们的精神 他们的毅力 还有他们所付出的源源不断的爱心 令人敬佩足为典范 恭喜各位得奖者 我们要继续努力 让我们彰化成为一个幸福好城市 谢谢大家 我想你们心中所承受的痛 跟一路走来的那个心路历程 一定有眼泪 有叹息 有压力 有辛苦 但是我从你们的故事当中 我早上看到手册 我从你们的故事当中 我看见你们眼泪可能擦一擦 然后勇敢的 也用很正面的态度 去接纳你们的孩子 是障碍的 这样的一个事实 我想我非常的敬佩 要真心的去接受他 带他走出去 不要觉得 就是心里面觉得有疙瘩 不然小孩子 是会一直停留在那里 如果你大人走出来了 小孩子也可以走出来的 卓宪长表示 特别感谢这些爱心 妥善照顾发展迟缓儿童的家长 由于他们的付出爱心 让迟缓儿童能够快乐地学习 健康的成长 并透过真爱奖的表扬 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习 真爱奖得主的精神 毅力以及源源不断的爱 同时县府更以医疗复建 特殊教育 家庭支持 社会福利等不同专业的整合介入 帮助父母共同开发孩子的潜能 公益频道张华允 张华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